远渡马来 红法盲 普渡众生 济心上 慈悲喜舍 变金刚 开悟佛性 登慈航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 感恩各位嘉宾 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好 台长很高兴再次来到吉隆坡与大家广结善缘 弘扬佛法精髓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光 来净化人类的心灵 通过学修 学佛 提高境界 来化解我们生活中的自闭和忧郁及烦恼改变命运 让家庭和睿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当今世界天灾人祸不断 在近一年来 全球已经发生了六级以上的地震一百多次 法国政府卫生部门9月8号发表声明说 今年的夏季的高温天气 导致了法国约一千五百人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 全球有十亿人正饱受着各种心理疾病的折磨 美国医学杂志公布 平均每六个美国人就有一个曾经或正在受忧郁症的困扰 在新加坡 大约有一百二十万人受到失眠的困扰 现在 全世界有近四亿人患有忧郁症 每年有一百万人因为忧郁症而自杀 现代社会崇畅着物质享受 追求名利 人们心中充满了贪欲 嫉妒和称恨 欲望一旦得不到满足 就会伤人 害己 心灵的扭曲 造成了人跟人之间越来越多的分歧 造成了人生的空虚 造成了人生的空虚 很多的自闭症和烦恼痛苦 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别人也不了解自己 追求那些得不到的东西 最后迷失了原有善良的本性啊 在澳大利亚 有一名男子 为了在海景地区盖一座大房子 积医数十三年 导致自己患上了忧郁症 最后 房子还没有盖好 他开着车 带着四岁和九个月大的两个孩子 冲入了大海 三个人命上海底 几个月前 美国的煤炭大亨克里斯克莱因 私人直升飞机坠入大西洋 他和女儿等六人遇难 生前 他在自己豪宅中打造湖泊 他拥有了六十二米长的私人豪华游艇 几十亿美元的资产全部成为了遗产 人生无常 一切名和利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两手空空 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也是什么都带不走啊 人生那是一趟没有回程的列车 我们的亲人朋友 犹如列车上的旅客 上上下下 没有一个人会陪伴你度过一生的 所以要学会感恩 曾经陪伴过你的人 珍惜现在的因缘 知音懂果 看淡放下 才能从无常的人生当中 获得智慧和法喜呀 学佛人在生活当中 要时刻提醒自己 绝而不迷 就是说 在生活当中 如果没有人提醒 你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本性和良心 我们做任何事情 都是要实实在在 能够帮助到别人 如果一个人迷惑颠倒 就算你天天念经 精尽努力 你也不一定能够达到目标 犹如一个人开车的方向不对 任凭你汽油再多 技术再好 你也不能达到你的目的的 学佛人要学会六根清静 把自己的言行和思维 见解 用菩萨的智慧 慈悲 来生活和修心 你就拥有了心中的法宝 你就是在修 绝正静 有一位贫穷孤独年轻的画家 为了理想 在美国卡萨斯城四周的城谋生 他应聘多家报社全部失败 尝到了生活的苦难 后来替教堂作画 借用一家废弃的车库 每天在充满汽油味的车库里 工作到深夜 刚刚要睡觉 到处都能听到老鼠吱吱吱的叫声 和在地板上的跳跃声音 有一天 疲倦的画家 看见灯光下一对亮晶晶的小眼睛 是一只小老鼠 它做着各样各种的动作 简直像在表演精彩的杂技 它在小老鼠表演完之后 这个人给小老鼠一点面包 没想到小老鼠跟它建立了信任 从来也没有伤害过它 不久 画家被介绍到 好莱坞去制作一部 以动物为主的卡通片 但不幸的是 每次都是失败 它穷得身无分门 并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画图的天分 终于在一天夜里 它突然想起了那只爬到它画板上的老鼠 它迅速地拉亮灯 支起画家 画出了一只老鼠的轮廓 一名最伟大的动物卡通形象 米老鼠就这么诞生了 这个画家就是美国最不盛名的人物之一 华德迪斯尼先生 他创作的风靡全球的米老鼠 谁能想到 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 是那只爬在他画板上的小老鼠帮助了他 迪斯尼先生居住在卡萨斯城 那间充满汽油味的车库 现在居然要卖到一百万美金 其实那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只老鼠 那是天上赐给他的成功的礼物啊 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任何人的成功取决于他的心态 现代社会有很多人都说 太苦了 我太难过了 你去看一看 农民劳动生活的艰辛 工人的努力 所以你要加倍 珍惜自己的工作 有些青年人 碰到一点点的挫折 马上就失落 颓废 要多和高人交流 你才能知道 什么叫生活 任何高人 都会激励你 不断的去进取 有些年轻人 感情一破裂 心情一烦躁 就不想活了 台长建议 你到墓地去走一走 看一看 在墓地里 曾经比你拥有财富的人 拥有智慧的人 他们永远在那里安息着 在墓地的时候 你才会懂得 不要去斤斤计较 人间的事情 记住了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啊 还有很多人 抽烟喝酒 吃喝玩乐 每天损耗着自己的身体 建议他到医院去走一走 他才能知道 健康对他 才是最最重要的 而现在的人 互相猜忌 互相的忌妒 现代人不懂得珍惜 别人对你的爱 连有时候 夫妻之间的感情 都会算计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 有一个刚刚才开始 牙牙学语的时候 一个孩子 做老公的 看见他的老婆 经常很用心地教导 自己的孩子叫 爸爸 这个做老公的 看见了之后 大受感动 认为太太真是太好了 不教他先叫妈妈 而教孩子先叫爸爸 他觉得真的很幸福 结果以后 每个晚上 加上寒冬深夜 孩子哭闹不休的时候 就一直叫着爸爸 每次夫妻两岁的 正熟的时候 老婆就推了推 老公说 哎 你儿子一直在叫你了 你赶快去啊 这时候老公才知道 哦 原来如此啊 德国有一家电视台 征集十秒钟 惊险镜头的活动 讲经非常的优厚 十秒钟 有很多的惊险 我们能做什么 而一个德国父亲的举动 用十秒钟 他居然震惊了全世界 他是一位德国的铁路 搬道工 在火车站工作 正为迎面而来的一辆火车 他准备搬动倒差 此时铁轨的另一头 一列火车 从相反的方向 驶进车站 这本来是一个 很正常的工作 他只需 及时搬动倒差就好 然而 他回头一看 惊出了一身忍汗 因为自己的儿子 正在驶向火车站的火车行的铁轨上 在玩耍 如果冲过去抱住他的儿子 这耽误的时间 几秒钟 必定会让两辆火车相撞 但是他不救儿子 儿子必定会粉身碎骨 生死时速的十秒钟 他冲着孩子大喊 握倒 同时搬动了火车的倒差 尽管他没有冲上去 抱走自己的孩子 但是孩子居然 遵从父亲的指令 在一瞬间就握倒了相应的 两辆火车呼啸而过 使路既定的轨道 这一幕惊险的镜头 被一个路过的记者 视入了镜头 握倒的镜头 一举夺得桂冠 当电视台在播出的时候 居然每一个看的观众 眼睛里都包含着泪水 因为搬到工的儿子 他是一个智障儿童 父亲曾一次次的告诫孩子 你以后能干的工作很少 孩子你必须有一样是出色的 尽管孩子依然没有太大的起色 但是和父亲玩打仗游戏的时候 每次父亲只要一喊 握倒孩子 马上就趴下 这是他最出色的动作 大家 大家也许会陷入沉思 一个大脑发育并不健全的孩子 常能在危急关头 严格地遵从父亲的指令 那么任何正常的孩子 是否也应该遵守纪律 我们学佛人 是否也应该听从佛菩萨的教诲 更加严守自己的戒律 精进修行 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的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遵纪守法 才能维护家庭和社会的安定 爱国爱民 才能使佛法融入到家庭和社会 才能为民族和谐世界和和平做出贡献 一个不懂宽容的人 心胸必定是狭窄的 很多人因为占了别人的一句话 一件事情的小便宜 而庆幸 台长给大家讲个小笑话 有一个农夫 从来没有听人说过 令尊二字 他不知道什么叫令尊 心中不解 他就去请教村里的秀才 啊 请问相公 这令尊二字是什么意思啊 秀才 看他一眼 心想 这庄家老 连令尊是对别人不情的尊称 他居然都不懂 便戏弄他说 啊 令尊啊 这二个字呢 就是称呼啊 别人家的儿子 说完 这个秀才啊 眼嘴而笑 心中暗暗得意 农夫不知道 信以为真了 就马上和秀才 客气起来了 相公啊 请问你家里 有几个令尊呢 秀才当时去的脸色 发白 又不敢 发作 只好说 我家里没有令尊 农夫傻傻的 看着他那副样子 以为当真 秀才 因为没有儿子 听了听了 听了问话 引起心里难过 就恳切地安慰 他说 哎呀 这位相公啊 如果你家里没有令尊 你千万不要伤心 我家里有四个儿子 你看中哪一个 我就送给你做令尊吧 人毛病就是喜欢占别人的便宜 什么时候 什么事都要斤斤计较 什么事都要以我为主 这样你终有一天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只有多帮助别人才能广结善缘啊 中华传统文化讲 欲成大弃者 虚守六戒 也就是说 一个人要在事业上成功 在社会上 在为人方面做成功 要守六个戒 我叫我们秘书处打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叫 决人之诈不愤于言 打出来了吗 大家看到了吗 决人之诈不愤于言 就是说 你发觉这个人心中有诈 就是有欺骗 或者有骗人家 不实在的地方 你不要在语言当中 马上就非常的气愤 第二 受人之鲁不动于色 受到别人的污辱 你要笑嘻嘻 不要想 这就是佛法界讲的 人鲁精进 第三 查人之过 不扬于他 就是 当你知道 别人做错事情的时候 你不要去到处向别人宣讲他的不是 因为这会给你造成日后的麻烦和烦恼啊 诗人之会不济于心 帮助别人给别人恩惠了 不要济在心里 你对别人好一百 别人还你不还你 那是别人的事情 这样你就心无挂碍 第五 受人之恩 铭记于心 要想成功的人 受人的恩惠 要记在心里 不要在嘴巴里说掉 第六 诗人之财 受之予权 既然你相信别人了 你认为别人是有才华的 我让你去做了 你就必须相信他 和能够让他拥有很多的权利 去做很多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讲的 希望六界 能够守住你 很容易接近成功啊 我们人的一辈子 无非就是四辆车 四张床 四本证书 四个瓶子 四辆车 四辆车是小时候的婴儿车 年轻时候的自行车 晚年时候的汽车 老年了 轮椅车呀 四张床 出生时候的婴儿床 年轻时候的单人床 结婚之后的双人床 老年轻时候的双人床 老年时候的病床呀 出生时候的奶瓶 年轻时候的饮料瓶 中年时候的酒瓶 晚年时候送在医院里的书页瓶啊 告诉大家 就是要我们看清人生 人生就是像一场梦一样 很快就会过去 看透因缘 但不要看破 看清需要智慧 看透需要经验 不看破 则需要一种胸怀呀 我们做人 就算别人对你不好 你也要拥有宽阔的胸怀 因为我们人活在是精神世界当中 因为我们真正的享受 不是肉体的享受 而是精神世界的富有和安详平安啊 所以平安就是福 一个人能够看清这个世界 感受到一切都会失去 你就不会为一件事情 一句话去这么执着 你就会通过自己的悟性 来改变自己的人生 那就叫佛法中的超凡脱俗的境界 在威娥的大雄宝殿当中 有一个少年对着佛陀敬香祷告 他把三柱香插入了香炉 他说 愿佛祖保佑我 苛举得众 家官敬节 报国还乡 说完了 又跪拜了好几次 佛祖看着少年 笑而不语 身旁的阿难尊者问道 佛祖 佛祖这个少年十分的虔诚 他发的又是善愿 你为什么不答应他 佛祖微微一笑 缓缓地说道 他还插了一柱香 插了一柱香 阿难尊者看看香炉中 三柱檀香 百思不解 转眼过了十年 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个俊朗青年 他头鼻从容 成为了一名武将 立下赫赫战功 这次回乡 特来办喜事 青年人燃起三柱檀香 祷告说 愿佛祖保佑下官 结善姻缘 妻子贤惠 夫夫和睦 阿难尊者见到这一幕 感慨良多 回头 看得佛祖 依然笑而不答 说道 佛祖 你又为何不应对他 佛祖笑道 还是插着一柱香 转眼又过了十年 青年人步入中年 他再次走入了大雄宝殿 由于受到妻子家族的牵连 昔日的大将军 这时已经被贬到地方的小位 忧郁不得志 他静香磕头 祷告自己的儿女 能够发愤读书 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事业 阿难尊者看看他 又看看笑而不语的佛祖 心中叹道 可能还是插了一柱香 又过了十年 曾经的中年人步入了老年 此时他结甲归田 安聚相也 已经没有从前的那些欲望和誓愿 这位老年人像从前一样 燃起三柱檀香叩拜道 佛祖啊 之前我来许愿 您从来没有满足过我 但是这一次 却请您务必能够成全我的孝心 想当年我父亲造王 家中老母辛苦扶养我 长大成人 如今高堂 年事已高 希望他老人家 身安无事 舍此则无所求了 阿难尊者 非常的善良随习 扭头看一看佛祖 这时候他看见佛祖 面露笑容 微微点头说 好 那就如你所愿 老年人走出寺庙 还没有回到家 喜讯已经远远传来 他的两个儿子竟然 同时高中朝廷 文武状元 并且朝廷还搬下诏书 洗刷了他的冤屈 让他官夫原位 再升三级啊 然而在这一次 他决定从此留在家里 照顾年迈的母亲 至于大雄宝殿中 为母亲祈祷的那一炷香 当然再也没有间断过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缺的是一炷 孝道之香啊 佛陀告诉我们 我们人不能随着欲望而贪求 要了还要 多了还要多 我们要心存善念 少计较 少和别人去攀比 要多孝顺 多慈悲 你才会和菩萨有感应 所以学博人 以孝心为上啊 佛陀让他看到了 让我们看到了 世事无常 我们人只有心中没有杂念 你的心情才会清净 心情清净了 才会修心 修心之人 才不会污染你的善心 佛教导我们 当人间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 你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 面对它 承受它 解决它 然后放下它 我们人什么事情都放不下 一点点事情 就会让自己忧郁 有一个朋友说过一件事 说他的同事 自从老婆怀孕之后 就跟他的朋友说 我老婆得了忧郁症 经常自己一个人在家里 巴黛 这个朋友就跟同事讲 你老婆是不是得了产权综合症 但是他的同事不相信 一直到分娩前的那一刻 没想到 这个同事的老婆 抓住他的手 跟他老公说 老公啊 如果孩子生出来不像你 你千万别多想 我保证孩子是你的 老公当时一听就懵了 他老婆满腹疑惑地说 因为我在认识你之前 我曾去整容过一点点 我怕孩子生出来之后 不像你也不像我 你会想得很多呀 我们人背负着各种各样的烦恼 痛苦和执着欲望 我们艰难地走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的心灵因为装载着太多的负担 所以才会将自己送进 失去希望的黑暗生活 台长跟你们讲几句话 希望你们好好地记住 别和往事过不去 因为往事已经过去 别和现在过不去 因为你还要活下去 别和你的伴侣过不去 否则你们真的会过不去 别和小人过不去 因为小人和谁都过不去 别和自己过不去 因为一切都会过去 一个学博人要管好自己的理念 对人间的一切要懂得 都是无常 都是会变化的 我们要用修行修行 来跳出业力 对我们的牵盘 管好自己的理念 管住自己的念根 不要让自己的信念 去迎合社会污浊的红尘 否则你会变得 入污泥就油染 我们要拥有心中真正的莲花 我们要想到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 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善良的人 这个世界只要你向着明天 你就一定会得到光明 有一个小伙子 他骑车上班途中 遇到了一个老人 晕倒在路边 他马上将老人送到医院 当时因为这个小伙子身上没带多少钱 就只能打电话向他的女友求援 女友来了 一进病房就骂这个小伙子 你脑子有毛病啊 什么闲事你都管 当这个女友看到病床上的老人后 大吃一惊 马上叫了一声 哎呀 爸爸 是你啊 过一会儿 老人看了女儿一眼 对小伙子说 孩子啊 你是好人 听我一句话 快和我女儿分手吧 她很自私 她真的不配你啊 几天后出院了 老人回到家 对女儿说 女儿啊 你听爸爸一句话 这种傻瓜 你绝对不能嫁的 想一想 人为了利益 可以违背自己 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伤害我们 嫉妒我们 但是我们自己 要有一颗完美无缺的本性 和善良的良心 我们要净化自己 我们不能去净化别人 对我们的伤害 你就会伤害自己 希望每一个学佛的人 用自己慈悲的真心 去帮助曾经伤害你的人 这样 这样你可以安抑自己 这颗曾经受过伤的心灵啊 台长教你们学佛 就是教你们做人 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人生有三论 人生有三不争啊 第一 不与上级争斗 不与同级争宠 不与下级争宠 人生有六修德 德就是看得透 想得开 拿得起 放得下 立得正 行得直 人生有三福 平安是福 健康是福 吃亏也是福气啊 台长曾经跟你们说 一个人想成功 要学会吃两样东西 第一要学会吃苦 第二要学会吃亏 人生有三为 何为贵 善为本 成为先 人生有三个不能等 孝敬不能等 行善不能等 健身不能等 最后人生有三个快事 念经很快要 见佛友要开心 还有去放生 能够延年益寿 好 那么下面呢 就台长在节目当中呢 看出一个人血管堵塞 血下不去 肌肉萎缩 梦见过菩萨 他梦见过师父两次 台长又看出打电话的 同修吃得太热气不干净 台长说他有吃过葱蒜 台长看他单位里有一位年轻的女的 渣麻尾变的和他有缘分 这个女的身上有灵性 这个人 哎呀 他说 哎呀台长太灵了 那个女的是他的经理 他自己也梦见过经理身上有灵性 掐他的脖子 请大家听一下啊 这个当时的录音 谢谢大家 感恩师父 请看一下1964年的龙女的 他两个小腿发麻 不知道什么原因 血管骨塞 肌肉萎缩 血下不去 他的膝盖骨啊 受过伤的 对对对对 哦他还好了 他求关心 菩萨在保佑他很多 他做梦做到过的 那个连师父他都做到过 对的对的 是的是的 我去过两次 你说的太对了 谢谢师父 麻烦您看一下1988年龙女的嗓子 啊吃东西不干净 热气啊吃的太热了 听得懂吗 还有啊 你吃过葱蒜啊 就是不当心的 嗯应该是有的 上班的时候 这个念多少礼佛 35遍 好的好的 你单位里上班的地方 有没有一个女的啊 年纪蛮轻的 头发大个马尾变的 有的有的有的 啊 我的经理 我的经理 小鼻子小眼睛的 我的经理 你的经理啊 身上有灵性啊 对 我做梦的掐我脖子 看见了吗 他整个灵性掐我脖子 太灵了是吗 小时候 你赶紧给他念了 不念的话 他还掐你脖子呢 因为经理给你有缘分的 对 我这个念多少小房子 五十三章吧 好的好的 咱您 咱托的咱师父 谢谢 我们学佛人要懂得 小成功靠智慧 大成功的人靠道德 投机取巧 可以赢得一时的利益 而一个人诚实守信 可以赢得一生的荣光 有一名美国的 在纽约的女高管 叫哈里斯 她工作在一家知名的广告公司 有一天中午 她和朋友在一家餐厅吃饭 中途呢 想跟朋友呢 到餐馆外面去抽脂烟 一起走出餐厅 站在门外的大街上 这时候过来一个流浪汉 对哈里斯第一声的自我介绍 小姐 我叫瓦伦丁 今年三十二十岁 我已经失业三年了 现在每天靠 乞讨过日子 不知您是否愿意帮助我 比如给我一点零钱 让我买点生活必需品 哈里斯看着她 动了恻隐之心 她微笑着对瓦伦丁说 没问题 我愿意帮助你 伸进口袋里去掏钱 但是没有带现金 只掏出一张没有密码的信用卡 她当时有点尴尬 瓦伦丁看出她有点难为情 小声地说 小姐 如果你相信我 能将这张信用卡借给我吗 没想到心地善良的哈里斯 随手就将信用卡递给了她 拿到信用卡 网伦丁没有马上离开 小声地问哈里斯 小姐 我能除了买一些生活必需品 还能用它再买包烟吗 完全可以 如果你还需要什么 你都可以用卡上的钱去买 十分钟过去了 哈里斯感到了后悔 她懊恼地对朋友说 哎呀那张信用卡不仅没有设置密码 里面还有三万美金呢 那个家伙一定拿着信用卡跑了 这下我可要倒大霉了 朋友埋怨她 哎呀你这个人不能随随便便 相信一个人的呀 这个陌生人 哎呀你也太善良了 这时候哈里斯没有心思吃饭了 两人默默地走出了餐厅 没想到刚出餐厅 发现流浪汉 瓦伦丁等在门口 他双手将信用卡递给了哈里斯 恭敬地把自己消费数额告诉了哈里斯说 哦小姐 我一共用卡消费了25美元 买了一些洗漱用品 两桶水和一包烟 请您核查一下 面对这位诚实可信的流浪汉 哈里斯和朋友都诧异了 更多的是感动 他们连连说 啊谢谢你谢谢你 瓦伦丁一脸疑惑 明明是你帮助了我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啊 随后哈里斯和他的朋友 问他要了联系方法 直接就到了纽约邮报 将发生的故事告诉了报社 纽约邮报当机一语报道 顿时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报社不停地接到读者的来信来电 都愿意帮助这位诚实的流浪汉 在德克萨斯州 一名叫Airbar的商人 看了报道之后 第二天就给瓦伦丁 汇去了6000美元 以奖赏他的诚实 更让瓦伦丁惊喜的是 几天之后他又接到了 威斯康星州航空公司的电话 表示愿意招聘他担任公司的空中服务员 并通知他尽快签订工作协议 曾经在巨大喜业中的瓦伦丁感慨万千 他说从小母亲就教育我 做人一定要诚实守信 即使身无分文流落街头 我也不能把诚信丢掉 我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 是因为我始终相信 善有善报 诚实的人一定会有好报啊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不缺投机取巧的人 人们总是面对利益 失去自己的诚实 而真正能够守信拥有道德的人 在人们心中才会引起共鸣 才会让这个社会拥有希望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能读懂自己的生命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头脑 但并非每个人都善用自己的头脑 有一个父亲很不了解自己 在深夜孩子睡觉突然哭了起来 这个父亲决定唱一段催眠一曲 哄哄他 结果刚唱了几句 隔壁的邻居就传来了抗议声 敲敲敲墙说 还是让你孩子哭吧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时候对自己并不是很了解 总以为自己对别人已经够好了 为什么别人对自己不好 就像这个父亲一样 都不知道自己五音不全的歌声 竟然唱得比孩子的哭还要难听 学佛人只有自己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你才是强者 听从命运安排的人可能是凡人 所以我们要用菩萨的智慧战胜心中的贪嗔痴 你才能获得人生的慧命 学佛人要知道 钱能买到美味 但不一定能够买到你的胃口 钱能买到书籍 但不能买到知识 钱能买到时装 但不能买到你的美丽 钱能买到玫瑰 但不一定能够买到爱情 钱能买到朋友 但不能买到友谊 钱能够买到药品 但是买不到健康 钱能买来钟表 但买不到时光啊 所以台长为什么要劝学佛人 珍惜时间啊 因为时间一去不补版 珍惜时间的人会拥有生命啊 放下很多不该属于你的东西 你就会自然 人生为什么要追求这么多啊 为什么放不下 佛说不是放不下 是因缘未到 因缘成熟 自然放下 有一个小孩子问老师 老师 老师为什么我做错事情 大人可以打我 大人错了 我却不能打他们 没想到老师竟然这么回答 大人打你啊 因为你打不过他们 等你打得过他们啊 大人就开始跟你讲道理了 人生的理可以这么讲 也可以那么说 实际上只是一种理念的转换 人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如理 缘起缘落 缘生缘灭呀 万象结为心造 不如意的不是你的人生啊 而是你不消停的心啊 财色名利皆属虚妄 学博人离欲得乐 只有放下追求 你才能脱离烦恼 其实在这个人间 除了生死 其他的都不重要 撒他阿拉伯的王子 33岁就离开了人间 他们拥有的钱财 和拥有的所有的一切 但是他们失去的是宝贵的生命 而我们虽然不是太富有 但是我们有一颗美丽的心灵 帮助别人的热情 所以我们能够活着 就是成功啊 现在人对父母亲责怪 多于理解 有一个很感人的真实故事 一个女儿因为小时候 爸爸离开了家庭 和另外一个爸爸的初恋情人 结婚 而恨他的父亲 在他成长过程当中 他知道爸爸私下给予他很多的帮助 但是这个女儿恨意未小 知道他自己也谈起了恋爱 他才明白爱情的滋味 对父亲有了一点理解和缓和 但表面上他坚决不让步 他的爸爸越来越老了 这个女儿因为生病住院 妈妈告诉他 是因为女儿工作压力大 而导致精神上的不适 心理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药 而这时他爸爸也住到了医院 得的是肾衰竭 需要肾移植 而亲人的肾脏是最好匹配的 当他的妈妈问他愿意不愿意 移植一个肾脏给他的爸爸的时候 没想到女儿答应了 但是女儿说我不要见他 手术过后他爸爸来看他 女儿冷冷的眼睛看向了窗外 虽然他心里再也不恨他了 但是女儿不肯低头 当这个日益老去的老人 更艳着说谢谢的时候 女儿心里几乎要哭出来 但是倔强的他还是没有看他不轻一眼 女儿说不用谢了 就当我还你的生育之恩吧 这个女儿出院了 而且很快要结婚了 在婚前健康检查的时候 医生说 你进行过肾移植吧 女儿说是的 然后怎么对我有影响吗 医生微笑的说 没有 一个很好的肾脏移植到你的身体 和你原来的肾脏 这个肾脏的位置相处的非常吻合 现在完全恢复了 这一刹那 他大脑一片空白 他疯了似的 跑回去翻开他那些吃过的药 揭开面上的包装 才突然看见 这些药的真正的功效 是抗排斥类的药物 原来是他爸爸将自己的好的肾脏 捐给了他 一切都是为了他 这时候 他跑到父亲的医院前 跪在父亲的床前 父亲已经不省人事了 父亲死了 没有等到他再叫一声爸爸 也没有等到他的婚礼 这就是爱的力量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对人生多么的不理解 一切冤家要化吉祥啊 我们有时候不懂得别人的心啊 所以佛法倡导万事效为先 我们要永远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啊 人生中不可错过 错过人生当中的八种贵人 能够让你从梦中醒来的人 就是你的贵人 能够与你分享智慧经验的人 感与承担责任的人 能够欣赏你长处和教导 扶持你有智慧的人 能够成为你榜样的人 和对你遵守承诺的人 能够让你学博开悟的高僧大德 佛说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要把别人当成自己 你才能体会到别人的苦难 你才能重视自己走过的路 你才能懂得珍惜啊 路就在你的脚下 但是路又在你的心中 心中友善 你的路越走越宽 心中有恶 心在魔道中安 善恶只在一念间 一念成佛 一念成魔呀 台长接到一个电话 在节目当中 本来事事顺利 结果没想到 查出了艾滋病2010年 之后他的爱人 在网上找到了台长的博客 念小房子 开始的时候他自己不信 但是爱人呢 一直坚持 他自己慢慢的也有些感应 2012年 他放生了一万条鱼 坚信不移 现在完全的 这个艾滋病已经好了 免疫力恢复到 正常人的水平 下面请大家听一下当时的录音 谢谢大家 感恩 感恩师父 弟子给师父请安 弟子先读同修 感动又发起的分享 我在2010年8月份 检查发现感染了 世纪绝症 艾滋病 当时工作 家庭 事实顺利的我 毫无思想准备 确诊结果一出来 犹如情仙霹雳 感觉天塌了 自己失去了 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家人也不知所措 艾人在万般无奈之下 在网站上浏览了一些 学佛的网站和博客 尝试着寻找心灵的寄托 艾人就在网上 找到了师父的博客 开始按照上面的 介绍念经和小房子 自己受过高等教育 不相信学佛能救自己 但艾人一直坚持 并随时把他学习 精灵法门的经德 讲给自己 他在学佛期间 经常会做到一些梦 过后都应验了 自己也开始有点半信半疑了 也开始做功课念小房子 2012年5月 我们全家参加了 如台长的下会 殊胜的场面和 同修学佛灵验的实力 增强了自己改变 命运的信心 10月份 师父给我看了图腾 叫我再念800张小房子 给自己的要经者 并叫我吃长素 我已经在菩萨面前 许愿吃长素 放生一万条鱼 祝印台长的宝叔 弘扬佛法 自己从不信 到半信半疑 再到坚信不疑 身体的各项指标 也逐渐好转 而且一直没有耽误工作 CD4 从最初的160 上升到 现在的660 CD4是衡量 人体免疫力的 一项重要指标 正常人应该在500以上 病毒载量也为零 这一切表明 自己的免疫力 恢复正常了 感恩师父 世界上任何事情 心诚则灵 菩萨都在看着我们 只要你好好的修 菩萨都会帮助我们 感恩师父 谢谢 有一个农场主 在他的仓库里 放了一个老鼠夹子 老鼠发现之后 去告诉了母鸡 母鸡看了看老鼠说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它要夹的是你老鼠 你自己小心吧 说完母鸡 走了 老鼠又跑去告诉肥猪 肥猪淡淡的说 哦这是你的事 它要抓的是你老鼠 你还是自己小心为好吧 说完慢悠悠的跑了 老鼠又跑去告诉大黄牛 大黄牛表情冷漠的说 你见过老鼠夹子 能夹死一头大黄牛吗 它是夹你的 祝你好运吧 说完骄傲的走了 后来老鼠夹子 夹到了一条毒蛇 晚上女主人到粮仓里 取粮食的时候 被这条毒蛇咬了一口 并住进了医院 男主人为了给女主人 补身体 把母鸡杀了 女主人出院之后 亲戚朋友都来看她 男主人把肥猪宰了 招待客人 为了给女主人看病 欠了很多钱 没办法 男主人把大黄牛 卖给了屠宰场 宰了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大家 人活着是相依相存的 我们人不能自私地以为 什么事情都和自己没有关系 等有了联系就有了关系 有了关系就产生了联系呀 我们学佛人不管在生活还是工作当中 要经常为别人着想 不要自私地抱着和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心态 学会慈悲别人 维护团队 就是能够让自己受益 成就他人的人 一定能够成就自己 能够舍弃小我的人 就能够成全大我 有一个国王想找到一句话 说这句话 能让高兴的人听了难过 能让难过的人听了高兴 国王找了很长时间 都没有找到这一句话 有一天国王梦到 有一位圣人到了他的梦中 来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他想找的 这句话就是世界上最神奇的话 大家听着 人间的一切都会过去 学佛人要理解 不管是好的坏的 你今天的拥有 你今天的名誉地位 钱财 因为都不是永恒不变的 当你失败痛苦的时候 它也会过去 当你拥有的时候 也不要得意忘形 因为一切都会过去 所以知学佛人 知无常懂因果 人生就是一个过程 人生又是一个状态 它不是一个方向 也没有最终点 所以每一天要记住 吃两种药 早上吃一颗 知足 晚上吃一颗 感恩 有一个盲人 他自己打着灯笼走路 很多人都有疑惑 你是个盲人 明明看不见 为什么打灯笼 台长告诉你们 如果他是怕别人看不清路 照亮了别人 这就是鲁家思想 鲁家讲的人意礼意 仁爱理智性 如果他是怕别人撞到他 这就是穆家思想 穆家讲 奸爱非公 如果他认为黑夜出门 必须打灯笼 这就是法家思想 叫依法而行 如果他认为 想打灯就打打 这就叫道家 叫无为而为 如果他想借此东来示众生 就是佛家 普度有缘 如果他明明看得见 却装作看不见 这就是谎言者 如果他真的看不见 却打着灯笼给别人引路 那就是慈善家 有一个朋友买了眼药水 回家点了两滴 闭上眼镜 转了转眼珠 再睁开眼睛的时候 突然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到了 我的天哪 我买的什么眼药水啊 点了两滴 居然全部下掉了 他顿时从椅子上跳起来 摔倒 桌子也踢翻了 嚎啕大哭啊 这时候他老婆在一旁骂道 越来越神经了 停个电 把你吓成这样 学佛人要明白 我们人对事物的理解 不是全面的 一个人有毛病 不代表他浑身都是毛病 一个人有优点 不代表他一生全是优点 懂得不时帮助别人 解除心中的恐惧 我们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 你就会拥有快乐和满足 一个人不去贪别人的 会远离痛苦 所以坚持行善积德 增长智慧 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性 你才会变得心无挂碍 无挂碍 故啊 最后人活在世界上 为什么总是对失去的东西念念不忘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为什么总是对失去的东西念念不忘 其实我们并不是害怕失去 而是我们害怕失去后 没有更好的可以替代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天也空 地也空 人生渺茫在其中 金也空 银也空 死后何成握手中 七也空 子也空 黄泉路上不相逢 泉也空 民也空 荒郊墓碑土一风 田也空 房也空 不知换了多少主人翁 喜也空 悲也空 无非都是在梦中啊 所以学佛人要远离一切痛苦烦恼 佛告诉我们 观法无我 观心无常 观受是苦 观身不尽 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我 因为有了执着才产生了我像 我们人生的烦恼痛苦 就是因为什么都想到我我我 皆因执着而生出了我像 所以常把佛法放在心中 所以学会给自己内心多留一点空间 不要被人间的明文立扬 冲昏头脑 痛苦时多学一点菩萨的智慧 莫让痛苦窒息了你自己的心灵啊 一个有大智慧的人 要学会感激曾经伤害过你的人 因为他锻炼了你的意志 不称恨曾经欺骗你的人 因为他让你学会变得坚强 原谅曾经骂过你的人 因为他销除了你的业障 忘记曾经嫌弃你的人 因为他让你觉醒 让你成长 好 最后呢 台长跟大家讲两个笑话 让大家开心一下 笑不笑我不知道 反正我希望你们能够给点鼓励 有一个丈夫陪的妻子去逛街 突然一个戴墨镜的乞丐 拦住了他们 行行好行行好 我是个瞎子 他丈夫呢正准备掏钱呢 妻子赶紧拦住了他 得了吧 你看看他 明显就不是一个瞎子 丈夫想了想 嗯 我来考考他 就指着他妻子问那个乞丐 这个女的漂亮不漂亮啊 乞丐看了看说漂亮 丈夫一拍大腿说 你看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他一定是个瞎子 哎呀 没有受到预期的效果 这个如果你们再不笑的话 我现在马上就下去了 说有一天的上午 听好了最后才笑的啊 动动你们的脑筋好吗 有一天的上午 一个人在清明扫墓的时候 他很感叹的说 现在的明纸钱啊 做得跟真钱一模一样啊 烧的时候 心里还有一点莫名其妙的心痛 自己一阵阵的苦笑 不久太太就来电话了 哎 你不是去扫墓了吗 怎么放在桌子上的纸钱 没有拿走呢 我刚刚从银行领回来的十万元 放在桌上 你拿去了吗 这人听完 突然觉得晕悬啊 趴在墓碑上 哭晕了好几回啊 路过的人 纷纷的赞叹 真孝顺啊 真孝顺啊 大家听懂了吗 拿错钱了 把真钱烧了 把名字掉在家里了 记住台长告诉大家 世界上只有想不通的人 没有走不通的路 幸福的人不是你钱有多少 而是你心里的笑声有多甜 学博人要用善良和慈悲 去化解人生的烦恼和心灵的忧郁 我们要无私的去帮助和度化有缘众生 我们学博之后 家庭和睦 社会和谐 我们要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做出贡献 热爱自己的国家 热爱和平 实现社会稳定 推动宗教和谐 学习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宽容 宽容包容众生 有求必应地去帮助众生 一切灾难化极强 摩合般若般若密亚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好好修心 用人用菩萨的大爱去完成无私的奉献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谢谢大家 马上有我们一位佛友上来给大家做一个体会 之后台长几分钟之后就上来给大家看图腾 因为据我知道很多人为了看图腾 从昨天晚上两点钟就开始排队了 我感恩你们的 你们还要不要命啊 好好修心啊 不过你们要告诉我 你们两点钟排队的时候 你们嘴巴里在念经了吗 谢谢你们 好的